鲜小鱼,都破苍穹最近在热播中,这部饭拍的影视剧也是草点满满,好多情节与原著片差实在是太远了,首先是萧妍的青梅竹马和未婚妻都没有演出原著的精髓来,剧中萧妍少了许多磨练进入迦南学院,再与萧妍一同进入学院的学员们也改变了身份,学校的内院与外院也不见了,甚至还有角色的性别也来了个大反转,像是虎家。 最后在萧妍参加入学考试的时候,初来演讲的就是一个叫做米藤山的男人,但是他的演讲却是惊了众人,作为院长的盲天齿被换成了斗地,看过小说的人都知道,在小说中斗地因为后来大陆上缺少一种东西,几乎是无人能达到,而嘉南学校的院长盲天齿也就是个半生的实力,所以如果说盲天齿真的是斗地的话,那么嘉南学院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存在了。 在小说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萧妍的几个老婆,在剧中,萧妍的几个老婆在现场中都比萧妍大了好几岁,饰演萧妍的吴磊是199年出生,饰演萧薰儿的林允是96年出生,两人相差三岁多,这也还能接受。 之后就是小依仙饰演的李沁,她是实实在在的90后,90年出生,不过看起来挺年轻的。 最后一位就是美杜莎的扮演者辛子雷,在小说中她是萧妍的第一任妻子,高冷又不识骄傲的美杜莎也是不仅有出众的气质,更是有着居邻天下的实力。 现实中辛子雷86年出生,和吴磊整整相差了13岁,不知道两个人拍感情戏时会不会有尴尬呢? 不过原著中美杜莎女王300多岁,也确实是比萧妍大了不少。 有趣的是,吴磊2005年因出演风神榜之凤鸣奇山而踏入演艺圈,辛子雷11年出演古装剧画皮从而正式出道,这样算起来吴磊倒成了她的前辈。 对于这部剧,小伙伴们,你们有什么想吐槽的吗? 关注新小鱼,天天有些鱼哦!